只要你在香港看过楼花或买过楼花屋 过来温哥华的话 很大机会会出现以下几个问题 蛤?温哥华停车位不用炒? 给完大订后要等5年才可以收铰匙? 而且你们会很害怕在温哥华楼花里 看到一个大高台 今天不用怕 这条影片我帮你解决一下 香港的楼花和温哥楼花 十大最大的差异的地方 彧巴娜 说香港的楼花和香港的楼花 有很大的差异 而Crystal剛剛在香港那裏 不如我們分享一下 我在香港除了放假之外 我也去看了樓盤 了解了在香港買樓花的流程和細節 我就總結了十個 在香港和溫哥華買樓花最大的差異 首先說說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成交期 在香港一般都是一年到兩年的成交期 我看的本是一個天水懷新航機的本 甚至只有十個月的成交期 通常在香港買樓盤 推出來買樓盤的時候 其實它的建築範圍已經有五、六成 那溫哥華又是怎樣的呢 其實溫哥華的政府是相反的 我們一般來說 我們分開低樓盤和高樓盤 低樓盤是一些木結構 木結構大概是年半至兩年半 年半至兩年半應該可以買樓盤收納 高樓盤的話 一般來說是四年以上的 而我其實現在市面上有一個樓盤 在New West開明 2017年開始開明 到現在還不成交 為何會這麼長的呢 當然我們過往兩年是有COVID COVID 天災的工程 但大部份其實在溫哥華都沒有香港 因為主要是這裡要審批的時間 每一個Stage 在澳洲分開很多個階段 很多個階段都遇上市場 可以做一個Inspection 這一部分如果過 下一部分是不可以開始的 還有大家有沒有發現 你很少聽到六點之後都六點鐘 或者晚上十一點鐘 又是開工的 這邊很講求這個叫做 Work-Life-Balance 你最喜歡的是Work-Life-Balance 就是說 一定要是工作和生活 有一個平衡 所以他們九點鐘 真的不想使用 你們都是收工 所以一個工期拖廠了 但是時間長了 未必是不想要完成 也有好處 是的 例如未取得身份的人 例如Stream Mayor Cream B的新移民 他們未取得身份 但是又想鎖住現在這一刻的樓價 的話 那都是他們一個入手的時候 非常非常厲害 但重要一點 因為他們現在的市場 又想用現在的價錢 去鎖住未來的價格 我覺得是應該 因為長時間的成交 對他們來說是很大的優勢 是的 另外還有那些 第一次賣豪首次戰 一個更加長的時間 除了可以讓他們儲存那個首期之外 還可以做些什麼 就是可以建立那個Credit Score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都五年後六年後成交 好看那個人 Credit Score 是那個信用壓度 信用評級 信用評級 對 有分數 所以未去到一個分數的話 根本想借錢也借不到 聽說到有些人說 如果沒有Credit Score 買車也買不到 所以其實有這樣的時間 讓他們還一些Credit Card 如果有正常Credit Score 是很大的幫助 對 第二個就是大小訂 大小訂 就等於我們在溫哥華的Deposit Structure 而這個大小訂 給多少 什麼時候給呢 其實都有很大的分別 那麼在香港呢 如果你抽籤的時候 就要帶一張10萬元的本票 然後如果你抽到的話 就要給個5%的小訂 到7天的時候 簽那個正式賣賣合約 就要給再一個5%的訂 所以總共會是10%的 而另外90%的平衡 就有兩個付款方式 一個就是180日後 就是半年之後就開始工 另外或者你可以選擇 就是建築期付款 到一兩年的時間 成交的時候 才開始工 而這件事在溫哥華 其實都會有很多 OK 在溫哥華 其實基本上 其實只能提出期付款 對不對 沒有提前工那樣 Toronto有 好 剛剛去到Toronto Toronto 應該是 那其實 講到這個 Deposit Structure 就是怎樣給那個訂購 有多大分別 10%呢 除非是Low Rise 或者是很短時間 可能一年半之內 成交那些 我才聽過 百分之神的說明 一般來說 一般來說 都是在一年半之內 一年半之內 是給百分之二十 你溫哥華 百分之二十 怎樣給呢 首先我們看完樓盤簽約 簽約不時限的百分之二十 好了 到再過了半年之後 再過了半年之後 再過了半年之後 就有百分之二十 到最後那個 就要得到一個可能的 Fielding Permit 或者是一個貸款 去到一定的程度之後 給最後的百分之二十 他們是基於這個 但是如果 根據我的經驗 一個譬如 4至到7年 才會成交的Low Rise 他們在一年半 到兩年之內 就要給了這百分之二十的首期 這也挺大的分別 第三樣就是冷靜期 在香港的話 基本上都沒有什麼冷靜期 當你給了5%的細領 之後簽了臨時買賣合約 到你簽正式買賣合約之前 你是可以改變主意 但是這5%的領是拿不單的 但是在溫哥華 相對就會多一點點彈性 因為它是有7天的冷靜期 只要在這7天裡面 不管你是什麼原因 你想退休的話 你都可以隨時去退休 而這5%的領是可以全數拿回 現上是給你多一點點時間 你多一點點彈性 就可以考慮清楚 第四樣就是流花轉讓 流花轉讓 其實對香港人來說 都比較陌生 因為我想跟她的成交期有關 始終她的成交期時間短 只有兩年 變成了需要性不太大 在溫哥華 反而就說 生日是很常見 沒有人認識的 因為實在是因為需要 因為我們溫哥華人才有說過 成交期比較長 high rise 我們回到4-7年 是很常見的事 而這4-7年可能發生很多次 我舉個例子 例如說 本來是一對情侶 交錢買屋 可能是4-7年 從拍拖結婚到生小朋友 初初買一個一房 以為是個國外面世界 如果有小朋友 可能要轉讓出去 一房就不夠主 就要再聯合一個朋友 三房的單位 所以有沒有機會用這個option 所以時間長 代表電數有多 所以有這個assignment option 是很大幫助的 一般如果我們的assignment 可能會有assignment fee 但首先 就算願意付這個assignment fee 都要得到這個發展商的approval 才可以做這個動作 假設發展商的額外 可以 一般來說的assignment fee 是由500元到3% 我們舉例 我們溫哥華的兩房的apartment Metal Time 大概是90萬至100萬左右 36%大概是30萬左右 那為什麼會有500元到30萬元 要這麼大幫助呢 其實就是有些事 所以整個人叫做 通過我們一個 VIP的程序 發展商有兩個關係 可以給我們VIP 一個人的優惠 所以assignment fee 很重要 控制assignment fee 更加重要 第五個就是 交樓的維修保養 在香港的話 成交後的六個月內 如果那間屋 有一些不漏 需要維修 或者是一些結構性的東西 就要盡快去聯絡你那個發展商 六個月? 是的 只有六個月? 是的 其實分別真的很大 我們這裡 不知道大家知道嗎 溫哥華 其實北美洲很大部分 我們都有一個叫做 National Home Warranty 新樓之後 我們說是 拿了occupancy firm 就是收樓的人 開始計算 有十年的 十年 新樓保養 我們平時說 二、五、十 我們經常聽過 兩年就是 Material and Labor 包括電器 電器通常是一年 除非他們買了 Extended Warranty 兩年就是 家裏面的 Labor 和Zero 五年他們說是 Building Envelope 即是框架 沒有什麼滲水 或樓上變化等等 而十年 也是最貴最重要的東西 就是地基和結構上的 Structure 和Fundation 有沒有發現 有些客人說 Aaron 我想找一些新樓 在我們這邊 加仁大 或者溫哥華 新樓的概念就是十年以來 因為這個 其實這個叫 National Warranty 公華人說 你平時想付錢都買不到 所以我覺得是一樣 重要的東西 所以有些十年保養是重要的 第六就是車位 在香港都知道 車位 限定都買到二百萬一個 還有公不應求 你想買都買不到 我看的那個 Tinsop 有一個新款 它的車位比例是九比一 即是九個單位 才有一個單位 可以買到車位 即是你要買大單位 才給你機會 你去認購一個車位 你給百多萬去買一個車位 在香港來說 炒車位 其實都是一些很平常的事 在溫哥華又是怎樣的呢 Aaron 我要恭喜你 溫哥華又買樓花的所有朋友 因為溫哥華的樓花的停車位 是炒不起的 因為其實 炒不起是因為 他們每一個單位 大部份的單位 都是包了停車位 包了停車位 而絕大部份 都是包了 EV Radio 即充電Radio Level 2 一個電線 幫你拉好所有東西 這個是一個方便 很大的問題 第二個原因 為什麼炒不起呢 就是因為 我們溫哥華的停車位 和樓花的房間分開 是一層 所以你買樓 可以在樓花的停車位 一起買賣 所以不是賣 自然炒不起 第七點 就是實用面積 VS建築面積 其實在溫哥華是很簡單的 我們說真的 所有的都是實用面積 實用面積 你的意思是什麼呢 是你的生活空間 即是你住的一個空間 就是實用面積 那有什麼不包呢 連露台也不包 先不要說窗台 露台也不包 我喜歡建築面 甚至是空間的建築面 都不包 停車位 車房 全部都不包 但我聽說 其實香港很誇張 他們是計算建築面積 連外面的升降機口很大 都要小心注意 是不真的 這個是以前的 以前是有分實用面積 以及建築面積 但其實這幾年政府都統一了 是計算實用面積 但實用面積 即那些外面的浴室 或普遍的地方 就不計算 但是房間裡的露台 或桌子 是會計算入職的 即是你的赤架 露台是多大的 一個赤架 你也是要付出的 這個除了影響那個價錢 即售賺之下之外 也會影響到管理費 因為管理費是計算面積的 是的 其實是有痕跡 剛才提到管理費 如果我們去第八點 我們剛剛就想說 究竟管理費是包什麼 在溫哥華的時候 都買樓花 管理費都包很多東西 大廈的保險 建築的優惠 外面的公共地區 就是一個打理 譬如說剪草 剪樹 收樹 都全部包 綠化的東西都包 然後就是那個 屋裡面 如果是用煤氣的話 煤氣 譬如說爐頭 Fireplace 用煤氣也包 也包 熱水 通常都是中央的熱水 也包 冷氣、暖氣的System 譬如說Fank Oil Heat Home的System 都包 但是如果你要用的時候 因為它都有一個小的風扇 要吹一些冷風 或暖風 這個電費就每個月 都自己付 如果是一家屋 每個月的電費 大概是三十元左右 就算是五千元 但是冷氣和電力System 是包了在管理費上 另外就是公共設施 譬如說有 gym Party room 這些都會包 但我聽說 香港的管理費 或者是包的東西 都幾不一樣 溫哥華其實包的東西 都幾多 它的管理費 計算港幣 都是約三至四元一尺 但是反而香港的管理費 現在是約四至六元一尺 它包的東西 相對地沒有那麼多 因為它沒有包冷煙氣 沒有包熱水 但是它就包了倒垃圾 香港都比較常見 都會有一個人每天都會上去收垃圾 第九點就是這個單位打通 和改間隔 好 這個其實我也是香港長大 那時候我聽到我媽買屋 這件事是很常見的事 我聽到有些人可以把旁邊兩個單位 甚至三個單位一起打通 不僅如此 上下都可以打通 可以變成複式的單位 是啊 有聽過 有聽過嗎 但是溫哥華 你想也不要想 就算是最初期 流管未起的時候 你跟發展商說的話 可以打通 或者可以改革的機會 基本上可能是百分之十 對嗎 因為很少的發展商會再去 商量幫你還餐廳 市在等候這件事 就申請了 因為它是改動了整個 整層的建格 一間隔 所以這件事 反而不常見 就算你想嘗試的話 機會都會來 第十個 還有一點就是 色調和室內的裝修風格 在香港基本上都不能選擇 稱一色 整棟建築所有單位都是一色一樣 但是在溫哥華很多時候 它都會 就是發展商已經請設計師 已經設計了兩套至三套 所有東西已經是 混合和配搭好 什麼地板 搭什麼廚櫃 搭什麼櫃 那你就可以 通常都會是有淺色和深色 那你就可以視乎你的喜好 去選擇你喜歡的顏色 今天這條影片 就蓋上了很多很多的例子 就是香港的浪花 對溫哥華有這麼大的差異 我在這裡想多謝Vissel 娛樂於工作 回到香港好玩 只是幫忙幫忙 我講了這麼多的寶貝資料 另外我也很想在這裡 多謝我們很多在香港的表演 也提供了很多的意見 令到我們整個影片 今天的內容都可以這麼豐富 那如果你們是有更多的東西 想要補充的話 歡迎我們在下方留言 和留言 還有最重要就是 like、share和subscribe 下次見 拜拜